請節目掌聲 獅子晴以服務為本 社會服務故事攝影展 暨攝影班成果展 選在新北市政府一樓大廳正式開展 拍攝者和部分的備攝者 都是來自國際獅子會300V2區的獅友們 特別的獅影展 總監梁京生表示 有其目的性 留下獅友參與社會服務的記錄 帶來更多感動 照片的一個展覽 讓社會大眾認識獅子會 讓社會大眾了解 我們獅子會在為社區 為社會做些有意義的服務活動 也透過這樣的展覽 讓社會民眾視頻們 更了解獅子會 也希望透過這樣的展覽 他們來參與獅子會的活動 留下獅友參與公益服務盡頭 新北市社會局長張景麗 參與開幕典禮表示 國際獅子會300V2區 投身社會公益 尤其是新北市的部分 響應市長侯友宜號召 捐贈富康巴士 老人身杖進檢巡迴車 或是許多社區公益的服務場合 都能夠看見 師友們的黃色背心身影 敬佩我們兩總監的團隊 因為他的這個團隊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每次一個社會服務都是反覆的到社會局來不斷的討論 甚至每個細節 而且還要配合今年的防疫 所以今年我們不是辦這種大桌的這種圍爐 而是怎麼樣呢 而是到家樂福裡面讓我們比較辛苦的家庭裡面 到家樂福可以自由的採買 一方面防疫兼顧了 一方面也照顧到這些辛苦的家庭們 而且一戶有三千元 而且加碼還有六百元 展覽作品超過250幅 除了是關懷記錄之外 還有攝影學習成果展覽 主要也是讓師友學習成長 安排了攝影課程 讓照片代替文字 拍攝出他們曾經所看到和經歷的一切 能夠和大家分享所有的美好 記者林立如新北報導